大老师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男人 婚前婚后两个样 其实我答案本来想要写 十二星座的男人 但是我怕这样子 我会领不到车马费 我是怕走在路上会有文心 对对对 来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集 我们看看这个男生的星盘的 太阳星座以及下降星座来观察 什么是下降星座呢 就是我们先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的上升星座的话 从上升星座开始 正对面的那个星座 也就是数七个星座 就是下降星座 好难喔 来我们看赌龄哥的这个 原盘吧 假设像赌龄哥上升星座是天平座 那么依照这个黄道的顺序 依序数七个星座 所以他的下降星座就会是牡羊座 好那如果有人的上升星座 是牡羊座的话呢 他的下降星座就会是天平座 好就是依序数七个 第七宫 对黄道的星座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几个 这个星座的男生呢 比较有可能在婚前婚后 会是两个样的 是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是 双鱼座的男生 原因是因为 自怨自哀 空暴幻想 好其实双鱼座的男生 真的很适合谈恋爱 在恋爱的时候呢 他们会非常的温柔浪漫 可能这个每次约会 见面就会送上一朵小花 或者是递个小纸条 写一些很贴心的话语给你 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忙碌了一天 下班后跟双鱼座的男生 约会吃个饭 可能你就会觉得 好像这种 他那种温柔 关怀我们的这种心情 让我们可以觉得 很放松很浪漫 但是在婚后呢 双鱼座的男生 他会怎么样 他很容易依旧是有梦想 但是他就没有执行力 比方说他可能说 我想要开一间面包店 好这个我要用最健康 最天然的食材 然后里面的装潢要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梦想从20岁 一直讲到45岁 他依旧很真心的在梦想 但是没有执行力 然后双鱼座的男生 就会开始自怨自哀 为什么隔壁的王先生 这个事业多好 是因为他运气好 为什么楼下的 什么张先生如何如何 就是我是因为怀才不遇 他忘记自己 其实是没有这个行动力 会让我们女生会觉得 婚前的浪漫 跟婚后的这种空想 好像是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来看第二名呢 如果这个男生的 这个太阳跟下降 那是在双子座的男生 原因是因为 缺乏肩膀 推卸责任 好 双子座的男生呢 在婚前会让我们觉得 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男生 你跟他们讲话 往往这种什么 笑声不断 好 一样吃个饭的时候呢 这个笑到我们会觉得 今天上班一天的辛劳 通通都忘记了 带着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回家 但是在结婚后呢 双子座一样思绪 非常灵活多变化 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就容易形成一个 比较没有办法承担起责任的态度 好 从大事小事都有可能 比方说小事家里面好了 他们可能说 今天这边我觉得蛮空旷的 客厅我们放个小茶几好了 隔两天 他可能走路自己踢到的时候 他会开始说 谁说茶几要放这里的啊 你刚才讲说不是你说的吗 他说没有 我哪有讲这种话 就是 其实我们 不是说双子座 他们真的会故意说不承认 他们只是有时候 想的跟讲的真的落差太快了 他们讲的话记不进这个脑子里 可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就会变得好像有时候 对于责任没有办法承担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如果太阳跟下降落在 摩羯座的男生 原因是因为 大男人主义重视物欲 好 我们说摩羯座 通常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很能够承担起责任 对不对 好像对家人是很有肩膀的 没有错 摩羯座的男生 在谈恋爱的时候 通常会对女生 只要我认为 我想要照顾你 会是用一种非常呵护 非常这种爸爸 给关怀的这种方式 在爱护着你的 但是在婚后呢 摩羯座的男生 其实我们讲 他们比较容易有可能成为 这个现代城市美 怎么说 只要对他们有帮助的对象 才是他们心中 想要掌握的对象 这里的帮助 可以是事业上 可以是生活上 所以摩羯座的男生 假设今天认为这个女生 我的太太对我没有实质的 帮助的时候 她就会开始批评 挑剔这个太太 你只会在外面工作赚钱 都没有整理家务 那如果这个太太是家庭主妇 摩羯座的男生 也会挑剔说 你就整天待在家里 你以为在家里 有什么事好做 你又不懂得出去赚钱 好 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会让我们觉得 好像我们是不是看走眼了 其实我是想要跟这个 各位女性观众朋友分享 有时候我们知道 在占星学上 恋爱跟婚姻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也就是说 你在结婚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做了什么选择 比方说你认为这个男生 风趣幽默 而你选择他的话 你就不要太期望他婚后 会变成能够承担责任 同样的 你觉得这个男人 非常可靠 给我很安全的感觉 你在婚后 就不要嫌他不够浪漫 好 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比较不会 自己觉得看走眼 好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赞 好 赞 好 赞